主席先簡單幫我們講一下這一次宜蘭行程的這個墓地 那會不會去看一些可能之前有淹水的區會看災嗎 那我們這個下鄉的活動已經辭職很久了 因為我們很想去到每個地方的產業文化 特別是從古時候的那個不是古時候以前的 以前那個一鄉一特色一鄉一產業 到現在所謂的地方創生你知道 那我們對這個題目是有興趣的 事實上這個如何讓一個地方的產業文化做起來 提高當地的這種經濟活動 也減少人口外流 這本來就是一個對台灣來現階段來講重要的題目 那我在最近有去花蓮 我當時想說花蓮地震光光受影響所以去看一看 我後來有在發現說 花蓮地震連宜蘭的光光留業都下降 好像上個月他們的住房率只有三成 所以剛好今天他們有一個地方創生的 一種類似旅遊 地方旅遊的就來看一看 主席那因為昨天高鴻安被判刑 那你有打電話或是傳檢訊去關心一下他嗎 因為好像高鴻安退黨是因為不要讓你為難 是這樣啦 昨天我猜他心情很亂 我也很亂 我到半夜才發浪給他 我說 我找個時間跟他好好談一談 因為到底下一步要怎麼走 大家都要討論一下 退黨的決定有提前跟你講嗎 他之前有講啦 他說他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不會為難我們 我說好那我知道 主席剛剛臉書有發文 是不是還是很心疼高鴻安 另外你有評估說他的案子 對黨內有多少的創傷 那傷害一定會有的 但是是這樣 當民眾黨成立到現在 每天都在風雨飄飄當中度過 但是我們也是越來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不怕困難 但是要有能力克服困難 這樣就好了 主席但是因為新竹現在的這個證據 因為根據地制法 如果高鴻安被判決定驗的話 或者是他請辭在兩年以內 中央就可以直接派代理市長來 會不會擔心整晚被綠營端走 這個應該也在民進黨的規劃當中 我們這個沒有戰場上的主動性 所以我們內部也討論一下 看我們要怎麼應付 因為事出突然 我們內部也要討論一下 主席萬先生認為高鴻安應該要辭職 不要做領半薪 還有半薪嗎 停止是半薪 我不知道 不過這樣啦 選舉的時候 當時也不是選舉一個人 他是選舉一個團隊 他說我們會把代理的邱成元 副市長找來 看看他需要哪些協助 我們還是要 我們還是市政還是要把它做好 當初找邱成元是做為補選來佈局嗎 邱成元 坦白講 他 因為他過去在立法院跟高鴻安共識 所以兩個應該默契最高 所以當初這個人事我也是事後才知道 應該是高鴻安自己選的 不過接下來2026主席 你有想到要由誰來推派選這個新竹嗎 這個不要這樣講 我們一定要讓高鴻安爭取 證明他的清白 這個我還是相信他沒有翻譯 這大家都清楚 但是 其實這樣 這叫潘多拉的盒子 立法院那個助理會跟薪資 那個達成率超過96% 我印象中是97 這表示說 那個就是大家都把這個助理會錢都幾乎領滿了 領好領滿 大家也知道說裡面有問題 但是 我覺得是這樣 比較正面的態度應該是 事情發生 應該回去檢討 目前立法院這些制度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的 不然 老實講從現在開始 任何一個立委的助理 哪一天跟你偷偷copy一些帳目 隔個一兩年兩年就 要去外面檢舉 那等於現在每一個立委人人自為 這個還是 就是 與其這樣 不如把它制度化 正常化 因為傳出說有可能是主義黃國昌 那 有沒有評估說未來可能青鳥也會發動霸凌 主義黃國昌 全新竹 全新竹 這誰講的 現在有傳說 我跟你講 台灣就是 聽說啦 傳說啦 有人講 拜託 這種話就少用 主義黃國昌 郭昌有提過 我們留伴物 如果涉灘要進行連作法 那主席怎麼看這個部分 系統性涉灘要進行連作法 這本來就是我們一向的主張 系統性 就是說一個單位 譬如說你建管處裡面有好幾個 因為那被認為是個系統性的問題 好謝謝大家 謝謝